日月潭是这么大的 这个服务区像超市的样子 像个商场啊 这么大 清水服务区到了 我们打算到服务区去休息一下 还没见过台湾的服务区 是长什么样子的 休息一下 现在到服务区了 我们过来参观一下 这个硕大的服务区 清水服务区 加油站 哦 它这个还有两层楼呢 美食天堂 上面还写着 幸福天空 哦 它这个服务区像个大公园啊 这么大 这确实有点大 还在放那个王菲的歌嘛 有时候有时候 中秋廉价暂停收费 哦 太好了 这个服务区像超市的样子 这个服务区像个商场啊 这么大 啊 这服务区大的有点过分 真的是个大商场一样啊 这服务区大的有点过分了 哪在台湾高速公路上开车 看看两小时的路 你能开出八个小时去 是吧 你随时在那里进来 你服务区里面 你要吃点东西吗 这么大 对呀 你不用吃点东西吗 你不用够点屋吗 太大了 哇 上面还有这么大 还有一层 还有一层 我觉得是个商场啊 云端步道还有 虾米乐园 哦 上面都是美食广场啊 美食广场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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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来个小朋友 哦 可以 是大的 是大的 确实大的 都是卖吃的 要不是刚才路边吃了 我们这里可以好好的吃一点 好好的吃 怎么样吃才叫不好好吃 现在我们要吃 只能随意的吃一点 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我也去上洗手间 那所以他这个洗手间 真的是有点远 我就是来找洗手间的 他故意设计的 对 设计在这里 你要穿过整个商场 一不留神 你就被这种店铺勾引了进去 就开始吃东西 出入口方向在这边 穿出去 穿出去 那洗手间 那边也有 这边也有 哦 这边走 北向厕所 北向厕所 对啊 啊 后面是停客车 停货车 叫车是停前面了 那所以停在这里上厕所很方便 对 大客车就方便 对 叫车停的话 哦 这算了 这里面就不排了啊 啊 这里不给你们看了 不过我进来还是忍不住在包厢里面给你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的私人包厢 他们服务区的这个居然也还是一个便捷宝啊 太厉害了 马桶坐垫 杀菌液 就用这个可以擦一下 是吧 不管是餐厅也行 哪里也行 都是可以带小动物进来的 是吧 我上次记得我之前拍视频的时候 你们应该也看到过吧 我在重庆在那里拍的时候 我也看到就是对动物是非常友好的 我一直就在说 就是说你从一个地方啊 它对小动物的这个友好的程度 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友好的程度 就能看出来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比较暖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真的是 我挺喜欢的 真的挺喜欢的 怎么又开到海边了呢 这是 哦 这个就是日月潭 这么大的日月潭 像个海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看到了 对 滚湾就到了 滚湾就到了 哇 日月潭是这么大的 我以为就是个水潭了 哇 是蛮大的 这比西湖大呀 比杭州西湖大呀 那应该就是日月湖啊 我估计可能跟西湖差不太多 这怎么能叫潭呢 它往那边延伸 它往那边延伸可能很大 对呀 这哪是个潭啊 真的是 日月湖啊 日月湖 日月湖